好 但你来看到91岁的阿叶阿公 住在封冰箱的山脚下 那么年迈的他要照顾生长妻子 以及因为车祸脑部受损的儿子 只靠老农以及生长今天来过生活 他还种了200棵的柚树 平常简单的施肥除草 现在却无力采收 老人既家庭关怀协会的志工 热心的帮老爷爷采收柚子 并且在花莲市区来义卖 那么所得呢会转交给阿叶阿公 也希望社会的善心人士 要热情的购买 帮年迈的孤老长辈 花莲县老人既家庭关怀协会 今年中秋有一个新的任务 那就是要帮91岁的阿叶阿公 采收柚子 运卖柚子 今年91岁其实也很高龄 那除了照顾自己之外 他还要照顾就是生长的太太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没有办法 就是工作的孩子 因为车祸然后脑部有受伤 所以等于说爷爷一个人要照顾两个人 然后还有这片幼子园 那其实幼子园他已经有点无心在照顾了 那就是只能够做简单的施肥 跟一些除草的杂事这样子 那在中秋节之前 其实他一直跟我们社工 就是反映到说 他很担心这片幼子园 就是今年结果了 但是又没有人去收成 所以后来就是社工回来之后 我们内部进行讨论 那就决定要发起这样子的一个义卖 跟灾彩的这个活动 来帮助阿公 那这次义卖的钱 在扣除一些行政的成本之后 我们就全数的都 就是捐给阿公 也不是捐 就是等于说我们来帮他进行义卖这样子 老家协会的志工们热心帮忙 第一波采收了600斤左右 希望公司行号可以认购做爱心 同时在协会办公室 主权据点还有吉安乐视据点都有零售 一颗只要10块钱 欢迎大家路过一起做爱心 而这次义卖金额扣除了物理成本之后 会全数捐给阿公 老家协会在星期四上午 还会再发起第二波的采收行动 欢迎大家一起来支持 老家的爱心专线是 038-330-522 这里会欢迎时报道